中美貿易談判瀕臨破局了嗎 這是最近很多的國際媒體 都會下降的一個標題 然後就有非常多的專家說來說 恐怕一直到川普要去競選連任 就是美國總統要選舉的時候 都可能談不出一個結論來 好 那我們最近又看到了 中國跟美國之間鷹派抬頭 國內都不斷的有那樣的聲浪 就是非常強硬的說不要跟他談了啦 大家翻桌好了啦 冰得好了啦 那到底真的要破局 真的不談了嗎 在這裡先跟大家分享商業談判技巧 你說我們這個歪題 沒有啊 你要先弄清楚 這都是商業談判技巧當中 可以說是內行人才會到最後搞這一招 搞得讓大家覺得他們要破局了 好 我們先來看到中美雙方 現在的態度意味著什麼 你就要回到去看談判技巧 談判呢 其實是互相妥協的過程 那差別就在於誰讓步比較多 誰讓步比較少 而談判通常來到了最後階段 最高段 最高超的談判高手 他會來一招叫做轉身離開 有沒有我們去買東西 你跟人家殺價 殺到最後 他還是不肯答應 老闆說不要賣給你那麼便宜 那我會虧錢 你轉身離開 不然我不要買了 到最後老闆會叫你 好啦好啦 賣給你嘛 那幹嘛這樣子呢 大家好來好去 最後就談成了 不是嗎 所以呢 談判高手這一招 轉身離開是一個非常高段的談判技巧 那這個談判技巧轉身離開告訴你說 我的表態喔 我對現在的條件我不滿意 我隨時可以放棄 沒關係 看你 但是呢 重點在於離開只是一個態度 回來才是目的 所以呢 現在是不是雙方都轉身離開 但是呢 最終他們還是會回來回到談判桌上 好了 我們懂了這樣的一個談判藝術 我們再來看看現在雙方的一個態度 你套用到談判技巧當中 你會覺得 哎呦 似乎有那麼點味道 現在中美雙方都越來越強硬了 中國跟美國都釋放出我們可以不用再談的鷹派言論 白宮的暗示是 正在考慮結束跟中國的貿易談判 而中國鷹派的媒體《環球時報》也強調 美國政府一再霸凌 談判失去了意義 不要談了 真的不談嗎 近期的貿易戰再升溫 但是呢 中國的經濟數據卻是穩健成長 川普下重手也擋不了中國的崛起嗎 持久戰到底誰的勝算 比較高 今天的大世界話題 我們就要帶你快來看了喔 好 我們首先就來看看了 近期的一個最新發展 就是讓大家看起來彷彿要破局 彷彿要撕破臉了 好 我們來看到了在美國方面呢 突然間川普宣布要再針對三千億美元的商品要課稅 然後呢 馬上中國方面就有反擊啊 本來說好好的 我們繼續談嘛 你突然間要課稅 沒關係啊 我也不是沒有籌碼 不是沒有武器 馬上呢 就讓他的人民幣扁破七 扁破七之後 哇 美國緊張了 緊張了之後他說 可惡 那沒關係 我手中也有人質啊 我抓在手上那麼久都一直沒有放過他的華為 所以呢 之前本來說要稍微的放過華為 這些美國企業你想要跟華為繼續做生意 你就來跟我申請 我會給你特殊的許可證 然後你就繼續去跟華為做生意 然後呢 美國現在說 好啦 這些你們來申請的 我通通都先留下來hold住 我就不發那個特殊許可 你們就繼續不要跟華為做生意啊 然後呢 這個中國還說 那沒關係啊 你要欺負華為 那我欺負你們農民啊 我也再也不要買你美國的農產品 我就暫停採購了 好了 那最新的一個消息就是 白宮釋放出了一個消息 他透過了一個川普最近可以說心頭好的一家媒體啊 川普最近他都在他的推特當中 at那家媒體 我就不說哪一家了啦 有一個電視臺啦 他說大家要看電視臺喔 不要看什麼CNN 那個都騙人的新聞 他叫大家去看那個電視臺 好啦 那他這一說什麼代表 就代表那個電視臺講的話 很合他的心意嘛 很懂他嘛 所以我們來看那家電視臺 最近就釋放出這樣的消息說 白宮正在考慮喔 就不跟中國繼續談判了 所以呢 大家就說 哎呦 那現在川普 真的是這樣的一個意思嗎 不跟中國繼續談判嗎 好了 那美國的態度是這樣 我們就來看看 那中國方面的態度也非常鷹派喔 我們剛看到那張照片了 這位喔 就是在中國官方媒體當中 最鷹派的代表了 他是環球時報的總編輯 胡錫進 而且他曝光度非常高啊 他自己呢 他也有一個自己的一個這個媒體頻道 一天到晚在YouTube上頭 他也會講一些他認為的評論 但是呢 背後當然都是有官方立場 好 我們來看到了他的鷹派抬頭 他也說不用談啦 反正白宮不是也說反正就算了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中國說你算了我也算啦 這個大家破罐的破摔什麼了不起 好 他這樣講 美國反覆的霸凌中國 所以短期內談判沒有意義 我們來看到喔 這個是直接跟川普嗆聲了喔 川普最喜歡推特治國是不是 哎呦 那我們也來推特治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到胡錫進 他也有推特啊 你有推特了不起 我馬有喔 所以我們來看看他的這個推特是怎麼寫的喔 他的推特 而且還特別用英文喔 用英文寫 怕你川普看不懂 怕你川普我都講中文你聽不懂 也聽不懂我的意思 我翻成英文給你聽懂一點 好 我們來看到了這個胡錫進喔 他怎麼講 用英文寫的喔 他說美國反覆的霸凌中國 使得美中短期內繼續進行貿易談判毫無意義 有沒有呼應白宮的那個說法 白宮說那就乾脆終止談判 然後呢 我們看到這個環球時報的一個總編輯說 繼續談判也沒有意義 中國目前正在內部動員 堅決對美鬥爭 對美國要硬起來 所有的官方媒體 也都參與動員 也就是呢 現在要直接跟你槓上囉 美中現在呢 正陷入 比上一輪貿易談判 更糟糕的僵局當中 好 我們就看到了 這個是胡錫進 他透過他的推特 你有推特嘛 那這個川普一天到底在那邊滑推特嗎 一天在那邊PO文嘛 所以呢 胡錫進用英文寫給你看 告訴你 就是因為你們美國的自意妄為 所以才成了中美貿易談判最大障礙 再來我們就要帶你看到這個是雙方的官方媒體 而且都是鷹派的媒體 直接的互相嗆聲了 那再來我們就帶你來看看北京方面 已經抓到談判技巧了 一直跟你好來好去 一直跟你互相的溝通 一直跟你磋商 但是呢 川普就是一個變來變去的人 所以呢 現在中國直接告訴你 我有什麼籌碼可以打到你 痛到說不要 好 那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秀金融肌肉 通常我們會說 美國才是那個掌握了全世界金融市場 資本市場的人吧 是啊 但是中國已經壯大到今天的一個地位 它也不是沒有武器可以讓你痛一次 好 我們來看到什麼武器 就是人民幣匯率 人民幣匯率過去呢 在人民銀行的一個控制當中 它一直呈現一個非常穩定的狀況 但是呢 在貿易戰開打以來 人民幣就用貶值來幫助 他們自己的出口產業 但是我們來看到最近 直接讓它破七 通常過去呢 七就是一個心理關卡 就是一個中國的人民銀行 它會去守住的一個最後關卡 但是直接讓它扁破了 扁破了之後呢 川普急了 立刻跳出來說 那可惡 怎麼可以 所以呢 我馬上把你列為 匯率的操縱國 為什麼川普對於人民幣扁破七這麼緊張啊 我們來看 為什麼 因為它痛了 好 為什麼痛 因為在人民幣扁破七之後 美國股市連跌四天 連跌四天 跌掉了三兆美元 三兆美元是什麼概念 就是三家蘋果公司的市值 三家蘋果公司倒掉了那個概念 所以呢 蒸發了三兆美元 就因為人民幣讓它扁破七哦 中國的人民銀行就是過去吧 七就過吧 就這樣而已哦 美股就連跌四天 大家都嚇歪了 然後三家蘋果公司就倒了 就差不多這個意思 好 那你說 那就是股市跌嘛 那又怎麼樣對不對 哎 那不一樣 股市跌這件事情 對美國來講跟對中國來講 那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意義 因為你說美股跌 那中國大陸上的指數也跌啊 是啊 但是呢 我們來看看哦 財富集中於資本市場的一個比例不同 美國呢 我們看到了它的一個資本市場 它的金融市場 它的股市開發的非常早 所以呢 可以說社會當中的財富 百分之八十都集中在資本市場 就是大家都在玩股票 大家都在金融市場當中 哇 乘風破浪 在那個地方賺錢 美國百分之八十的財富集中在資本市場 那你說中國有多少 百分之八而已耶 所以我怕你什麼對不對 你股票跌 我股票也跌 是啊 大家一起跌 但是沒有關係嘛 大家一起嘛 那你有百分之八十的財富在這裡 我就有百分之八啊 我用了百分之八 我害慘你的百分之八十夠不夠 大家來嘛 看誰厲害嘛 OK的啊 所以呢 我們看到了當人民幣一破七 美股一跌 美國立刻跳起來 好 跳起來了之後怎麼辦呢 哎 這個中國人民銀行馬上說 我只是讓你看看我的厲害 我還沒有真的要弄死你 所以我們看到了中國人民銀行馬上威嚇你之後 告訴美國 我有這一招 你不要惹我 不然我可以讓他一直破七 破八破九 把你整個美國股市搞爛掉 看你要怎麼辦 所以呢 我們看人民銀行嚇歪了川普之後呢 默默地發出了央票 央票是什麼 央票其實就是中國人民銀行 發出的債券那樣的一個概念 他要發出三百億人民幣的央票 也就是回收流通性的意思 短時間他發央票之後 人民幣馬上就足扁了 馬上就開始大幅度的升值 所以呢 我們看到了這人民銀行 這一招 哇 兩手策略 我先嚇你 告訴你我很厲害 然後呢 我又開始摸摸你的頭 我暫時沒有要搞死你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突然間 讓人民幣扁破七 然後又發了央票 是這樣的一個道理 但是呢 人民幣會一直扁嗎 那可不一定 好 我們來看到放扁人民幣 其實欺商權 你可以高纏美國 但是呢 對中國自己來講 人民幣的貶值也不是那麼樣好的一件事情 資產會縮水 而且呢 會衝擊到中國自己的進口利益 所以就會衝擊到他們自己 內需市場的消費 再來有非常多人民幣計價的資產 就會因此大縮水 還有呢 像房地產呢 像海外投資 可能就會受到了一些損害 還有人民幣的貶值 就會讓它的債務違約更加的惡化 所以呢 我們就看到人民銀行這樣講啦 他說我們不會搞競爭性的貶值 然後就罵了美國 把這個中國列為匯率的操縱國 他說那是美國損人又害己 未來將會自食惡果 我們要帶您來聽聽人民銀行 他們的聲明稿內容 2018年以來 美國不斷升級貿易爭端 中國始終堅持不搞競爭性貶值 中國沒有也不會將匯率 作為工具來應對貿易爭端 美方不顧事實 無理給中國貼上 匯率操縱國的標籤 是損人又害己的行為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這不僅會嚴重破壞 國際金融秩序 引發金融市場動盪 還將大大阻礙 國際貿易和全球經濟復蘇 最終會自食其果 美國這一單邊主義行為 還破壞了全球 關於匯率問題的多邊共識 會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運行 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中方奉勸美方 懸崖勒馬 迷途知返 回到理性和客觀的正確軌道上來 好 我們看到了 這個是慷慨激昂的 中國大陸央視很喜歡這樣 就是一個公開的聲明稿 然後他會找一個這個 講話非常鋼腔有力的一個配音員 然後給這些文字賦予他很厲害的意義 好 那我們剛剛看到 直接就罵回去了 美國你會自食俄國 好 那美國會自食俄國嗎 那中國呢 不是說是欺商權嗎 我們來看看中國海關總署 剛剛最新發布的 7月份的進出口數字 本來呢 外界當然給他有一些預期的數字啦 當然會覺得衰退嘛 因為畢竟呢 這個中美貿易戰打了這麼久嘛 那總是會被打下來嘛 但是呢 公佈了數字之後 赫然發現 哎呦 優於預期耶 哎呦 怎麼沒有被打趴啊 這個美國都黑人問號了 抓抓頭髮 怎麼會這樣子 狐疑 好 我們來看到 中國海關總署公佈的數字 7月份的出口增加 年增3.3% 年減喔 是進口的部分 年減5.6% 這個都是優於預期的好 那很多的美國的媒體 還有英國的媒體 有都開始問說 哎 到底是 為什麼會有這樣 這麼好的一個數據喔 另外呢 7月份的貿易順差呢 還有450.6億美元 這些數字呢 都讓大家覺得優於預期 然後你要去拆解 它裡頭的成分喔 他們就發現了 其實呢 中美貿易大戰 的確影響到了中國跟美國之間的貿易出口跟進口量 但是有其他的地方補上來了 比如說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呢 讓大家說 哇 過去被罵翻了 但是呢 現在突然間覺得 喔 原來喔 是這個 中美貿易戰一打 你就知道 一帶一路 這個貿易量 馬上就補上來了 所以呢 我們看到了中國的貿易數字 並沒有那麼樣的難看喔 那但是呢 現在還有專家說 那你要看接下來下半年啊 因為美國又再加稅了 所以可能下半年的經濟數據 不會那麼好看 那我們拭目以待嘛 不過呢 在中美大戰的同時 美國 中國 真的都不能投資嗎 大家會覺得風頭上的兩個地方 兩個地區都不是投資的好標的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來看看專家怎麼說 橋水 橋水是一家非常厲害 一定要認識他的一個 這個對沖基金 避險基金 因為呢 這一家公司 他創下了 有史以來很厲害的紀錄 就是他不會虧錢 你去投資他們家的基金 不會虧錢 很難虧錢啦 應該怎麼說 好 那我們看 橋水的創辦人叫達里歐 他也是個傳奇人物 大家稱他為現代避險基金之王 好啦 那這個避險基金之王 想必他的投資眼光非常非常有前瞻性 他怎麼說呢 他說啊 你要去投資的話 你現在會覺得說 那中美貿易大戰 我們就避開這些地方 我們去投資那些沒有打起來的地方 比如說歐盟嘛 沒有打起來 那我們去投資他 或者是我們投資 東南亞國家 現在看起來OK 我們來投資他 但是呢 達里歐說錯 不對 不能這樣想 他說現在才是一機會 你要投資中國 他說你要講風險的話 不投資中國 才是你最大的風險 你會覺得 你發瘋了嗎 中國耶 現在被這個川普 壓著鼻子打耶 怎麼辦 不能吧 結果他怎麼講呢 他說現在的中國 就很像當年的大英帝國 很像當年的荷蘭崛起的初期 荷蘭崛起那時候 不是還統治台灣有沒有 然後他說 中國現在就跟當初一樣 他說 如果你是當時的人 你會不會很希望 你當時就看準大英帝國 他很厲害 然後你投資他 然後你就賺一大票 你會不會覺得荷蘭很厲害 你投資他賺一大票 他說現在中國就是那個時候 所以呢 他說中國 就像一個帝國要崛起 如果你現在不去投資中國的話 你會錯過一個帝國的崛起 他說反而是很大的風險 而且你錯過了 你這人生當中致富的機會 所以呢 他說你當然應該投資中國 而且如果你怕的話 你就兩邊下注好了 就很像兩匹賽馬 我不曉得他們誰會跑 我就兩邊下注好了 同時壓住中國跟美國 兩邊下注 你將會是最後投資的大贏家 新中城上 不管亂雲非度 風吹浪打 我們都要僅僅依靠人民 堅持自力更生 艱苦奮鬥 2019年元旦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期許人民要艱苦奮鬥 如今前七個月最新成績單出爐 中國經濟表現不俗 今天上午 海關總署公布了 今年前七個月 中國外貿進出口相關情況 數據顯示前七個月 中國外貿進出口 17.41萬億元人民幣 繼續保持 本中提制的態勢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 中國前七個月 進出口總值 17.41兆元人民幣 比前一年同期增長了4.2% 其中出口達到9.48兆人民幣 成長6.7% 進口則是人民幣7.93兆 有1.3%的增幅 在國內外風險挑戰 明顯增多的情況下 我國經濟展現出很強的韌性和底氣 即使在貿易戰的環境下 前七個月 歐盟 東協和美國 依然是中國三大貿易夥伴 其中只有和美國的貿易 有往下滑的趨勢降幅8.1% 而和歐盟及東協的進出口 則是分別成長了10.8% 即11.3% 那麼我國已經和232個國家和地區 建立了外貿聯繫 那麼我國今年以來 對於歐盟的比例在不斷地上升 那麼對於新興經濟體的外貿增速有所提高 儘管美國針對貿易關稅 一再向中國加大施壓力道 但中國的一帶一路的成效顯著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貢獻的貿易額 前七個月高達5.03兆人民幣 增長了10.2% 民營企業則是中國外貿最大主力 進出口總值7.3億兆人民幣 增幅更多達11.8% 中國對外貿易依舊動力十足 我們現在這個貿易結構 尤其是出口結構 是在不斷地從這個低端向高端進一步的發展 集電產品占比越來越大 從這些產品的品質來看 我們也是越來越好 不過除了外貿以外 中國的內需市場 也是撐起整個中國經濟的雄厚家底 其實本世紀以來 就是從1999年之後2000年之後 我們國家的這個消費占GDP的比重 一直是保持在40% 然後2012年開始超過50% 所以消費占整個GDP存量的比重是非常高的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算 2009年以來 中國對全球GDP增量的貢獻率高達34% 按購買力來計算 則是占了27.7% 穩居世界第一 就連避險基金之王 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創辦人達里歐 也十分看好中國 達里歐認為 每週兩國都深陷貿易戰火當中 但投資人不應該撤退 現在就是投資中國的良機 達里歐還說 現階段中國的發展 跟過去的荷蘭英國和美國 崛起的初期十分相似 因此如果現在不在中國投資 宛如錯過了帝國的崛起 反而才是很大的風險 達里歐進一步表示 比起全球其他各式各樣的風險 投資中國的收益 卻是可以蓋過中國帶來的風險 有全球避險基金權威的背書 底氣強大的中國經濟 在美中貿易戰炮火四起的環境下 未來似乎依然屹立不搖 三立心我很扯得不到